男人想跟女友提出分手,可话还没有说出口,女友突然惊恐地看着她的右肩,说那里趴着一个女人。 今天为大家带来恐怖故事,右肩的女人。 小野快要毕业了,最近正在找实习工作,可是连续的失利让她倍感丧气。 好友安慰她,总是垂头丧气的话,好运就会跑光大,应该多笑一笑。 小野听完说,要是能和女友分手的话,她倒是愿意丢掉一个好运。 好友八卦起来,问她怎么了? 毕竟小野的女友真美,人如其名,长得又漂亮,性格也活泼,她不明白小野对真美有什么不满。 小野说只是太累了,好友觉得她这简直是在反而在,认为她身在福中不知福,但小野自己有苦说不出。 晚上她和真美一起用餐,真美一直在给她说着白天发生的去事,可怀揣心事的小野根本提不起劲,只能尴尬地陪笑。 真美看出她的不对劲,问她怎么了?小野鼓起勇气,就在她准备和真美提出分手的时候,突然真美看向她的右肩,还奇怪地问她,最近是不是感觉右肩很沉? 听女友这么一说,小野确实有这种感觉,真美一听,脸色神秘地跟她说,她的右肩上,趴着一个穿着格子裙的长发大婶。 由于真美曾经告诉小野她有灵力,所以小野没有怀疑,可小野完全对这个大婶没有印象,为了驱赶女鬼呢,真美在她家中贴满了驱除恶灵的纸条,并叮嘱她,不能把纸条撕下。 临走前还给了她一个亲吻,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美的驱鬼办法奏效了,那之后小野的右肩上果然变轻了,可她依旧想要和真美分手,但她又实在说不出口,所以呢,就这么一直拖着,这天她正在和朋友喝酒,真美突然发来信息,问她没事吧,因为不想理会真美啊,她没把这条短信当回事。 第二天,真美再次打了电话,问她没出事吧,原来昨晚真美做了一个噩梦,梦到自己被那个女鬼追,醒来后呢,还被鬼压床,女鬼警告真美不要去妨碍她,小野听完觉得真美太过神经质了,她实在无法忍受了,决定要和她提出分手。 然而话还没有说出口,真美就在电话那头说,她找到了那个女人的线索。 两人约好在餐厅见面,真美要给小野看那个女人的信息,而小野呢,也想借这个机会正式的和真美提出分手,很快呀,真美拿出自己的平板。 不久前,她发现有一个黑色头像的人,点赞了她的博客,点开头像一看,画面的角落里,正是那个在小野右肩上穿格子裙的长发女人。 小野不敢相信,难道幽灵也会使用博客?就在这时,她发现真美再次看向了她的右肩,原来女鬼再次回到了她的肩上。 真美因为太害怕,提出要和小野待在一起,可被本就想分手的小野拒绝了。 第二天,她准备去上课,原本身后有一群孩子在嬉闹,可突然,那些孩子全都消失了。 小野觉得奇怪,正当她往回走时,后面出现一个女人,小野惊恐地往回看,正是那个穿格子裙的大婶。 大婶突然朝她跑了过来,小野慌忙逃窜,一边跑一边大叫救命,可是没有一个路人出现。 惊慌的小野不小心摔了一跤,回头一看,女人追来了,她吓得惊声尖叫起来,这一叫就醒了过来。 原来刚才是自己在做噩梦,她觉得自己应该是听了真美的话后,才会做这种噩梦的。 可随后她就发现自己动不了了,抬头一看,女鬼正坐在自己身上,并大叫,不要妨碍我。 上课的时候,小野坐在最后一排,可身后的玻璃总是发出怪响,回头看,却又什么都没有,她不知道的是,此时女鬼已经从前面悄悄地靠近了她。 但小野和同学们都看不见女鬼,她刚转过头,玻璃突然发出巨响,破裂的玻璃划伤了小野的右臂。 她无奈,只好找到灵媒帮忙,灵媒师问她是不是准备和女友分手,但是又一直犹犹豫豫豫,没能分成。 小野十分惊讶,灵媒说,附在她肩上的女人不是鬼魂,也不是别人,正是她女友真美的生灵。 可是,真美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啊,为什么生灵是一个中年妇女? 灵媒解释道,大概是因为真美察觉到了小野要和自己分手,所以才跟她撒谎,说在她右肩上看到了一个女鬼, 还故意给她看女鬼的头像,为的就是让她相信这件事,想以此为借口一直和她在一起。 而小野呢,也因为女友的描述做起了噩梦,但是随着小野越来越强烈的分手欲望,真美的怨念也越来越强, 最终画出了生灵附在她身上,想一直把她缠住,而且她本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。 这种生灵力量十分强大,想要去处的话,小野只能跟女友把话说清楚,无奈小野找到真美,跟她摊牌, 可真美矢口否认那是自己。 小野继续戳穿,上课的时候她在教室看到了真美,可是真美明明是另一个学校的,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? 而在出事后,真美又急匆匆地跑出了教室,她质问真美,玻璃的事是不是她干的? 真美无话可说,继续用她肩上的女人转移话题,但这次小野再也不相信她的话了,她坚决和真美提出了分手,然后离开了。 右借的女人出自《毛骨悚然撞鬼经》2012特别篇,男主小野因为优柔寡断迟迟没跟女友提出分手,才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事情发生。 而女主真美呢,因为不愿意放手,不仅撒谎欺骗男友,甚至不惜伤害他人来达到目的。 害人害己,最终不过是一场空案。 如果男主能够直接一点,也不会搞到最后那么难看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